为了持续宣导正确的防疫观念 高一携手雄中雄女的学生组成了防疫志工团 并且选在地方信仰中心兽庞 宣示正式加入防疫宣导的行列 希望透过创意活泼有趣的方式 将防疫的观念深入社区 共同维护大家的健康安全 之后我们这些学生会深入社区做防疫的工作 由高一召集结合雄中雄女和高雄医学大学 等60位热血青年组成的防疫志工团 在保安宫前举行授跑仪式 未来将深入社区进行宣导守护民众的身体健康 保安宫这是我们高雄医学大学 所有在这里练师的一个保护神 也让我们这些高雄生也知道 原来一个医学大学他重视的 不是只有世界上的赢度而知名度而更重要的 包括你社区你旁边的处兵 你把它够好 学生以活泼有趣的行动聚结和防疫观念口诀 包括口罩要遮鼻河口 次氯酸水不能洗手 不管你是哪一种千万不能趴趴走 朗朗上口的宣导标语 希望加深大家的防疫观念 比如说像一般人都会觉得 赤氯酸水就是所谓的消毒水 可以就是做消毒 可是他其实不太建议用在皮肤上 那我们就会跟大家解说说 酒精跟赤氯酸水到底是差别在哪里 用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或者是类似口罩的正确穿戴方式 别开身面在庙前正式成居的防疫志工团 未来将深入各社区进行防疫宣导 高一除了齐取志工团发挥防疫服务功能 走进社区做卫教 在有形和无形的能量互助下 成为守住社区感染的第一道防线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